你上马尽 心中感觉千千 逃是其路 我方向未能避 啊 主有多重 日上日落 日文啊 反正是日文啊 费玉清 李克勤 周深 港台路三位歌手 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 粤语 普通话 日语三种语言 两个王带一炸 绝美的和声 开口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大英西生 大象无形的演唱 淋漓尽致地演绎了家国故乡情 这首歌最强的是意境 是打动人心的力量 三位歌手不炫技 鼓标高音 而是把温暖 纯美的音色交织 慢慢地述说着真实的情感 把它从舞台流向听众的心间 这是一首家国天下的演绎 是一个在如今普遍娱乐性的英宗里 难得一见的作品 这就是李克勤 费玉清周深合作演绎的另一种相仇 樊灯点点的舞台上 李克勤老师一开口昏暖醇厚 好像静夜里摇眼的地方一条河 缓缓地流来 浮光矮矮 一抹淡淡的月光云绕其上 那是畅然若失的怀念 接着 费玉清老师小和泉水般的清亮的音色 在这条静静且浮光矮矮的河上 泛起层层涟漪 覆盖上了一层雾气飘摇的白月光 轴身自遥远而来的空灵美妙的吟唱 在雾气缭绕的白月光里 缭绕翻飞 和谐交融 那不是歌声 是乡愁的梦 是故乡的回忆 三种不同的美感 韵味的独特嗓音 清浅柔美的和声 相互应成 相互成全 相互融合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情怀 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的人生感悟 李克勤老师在对自己诉说那份思念 费玉清老师是流浪的旅人 回忆正涌上心头 卓山就是那个自己最初成长 心中最牵挂 最希望回到的地方 三种不同的语言寄托的是同一份思念 一种无法磨灭的玄思 一种言语不尽的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 中间那威味道来的绝美的吟唱 是故乡 是思念 是怀念 是家国故乡的仇 是勾魂射破的泪 费玉清老师的吟唱 是老一辈回味的乡仇 有着历经世事的豁达和落叶归根的渴求 李克勤老师的吟唱 是父亲的乡仇 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深沉稳重 周深的吟唱则是奋斗的年轻人的乡仇 虽仇但有着未经世事的轻松悠扬 背井离乡何时时归期 那一声绵延百里的叹息 是否能传回我的故乡 费玉清 李克勤 周深三人 把丝丝缕缕的乡仇缠绕 让惆怅思念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田 闭上眼 听着那云和树 仿佛已经坐在了回家的列车上 窗外 树木 人家 乔兰 飞快地向后驰骋 归心似箭 念之如狂 你想家了吗 听听周深的歌吧 有空心的那一种滋味 那种识人刻骨音心的相仇 神圣记忆的那种感受 才会知道为何满心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